十幾歲的時候 我曾經還為了唱這首歌 我還哭了一整晚耶 怎樣 被欺負了嗎 有一點點在錄音室裡頭 被欺負了 是製作人 製作人是哪一位 是哪一位 是我們的劉大導演 劉家長 劉老師 那麼呢 我唱了很多次 後來真的是被罵哭了 因為他說 你這樣唱歌還要來錄音室唱啊 我說 好傷人喔 對 他說你 就是說我這樣還敢在這兒唱 但是往事只能回味不是很悲的歌啊 沒有 可是他要有那種感覺嘛 好像有點往事 他有一點力盡滄傷 你一定要有那個感覺嘛 我被罵過了就差不多了 那個是被傷到的時候 往事只能回味的是男朋友 可能大概走了還是怎麼樣 所以那個心被傷到了 來唱就不一樣 馬上就OK囉 可是這下子我不OK啦 當初那個往事只能回味 是進歌之一耶 那有什麼好進的 這個歌有什麼問題 他覺得呢 咪咪之音 太傷感了 久違了 我是尤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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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也相遂 春風有水紅了花蕊 你已經也添了心碎 你就要變心將時光難倒回 我只有在夢想以為 歡迎開始群聚會特別來賓 優雅 時光已是永迴 往事只能回味 一同年始終馬起 兩相才也相隨 春風有水紅了花蕊 你已經也添了心碎 你就要變心將時光難倒回 我只有在夢裡想以為 我只有在夢裡想以為 永遠 有嗎 謝謝 瑪姨好 我今天看到瑪姨喔 我要好好讚美她一下 你好... 她每一次上節目呢 其實都有很多朋友在問我 就是說 瑪雅到底是幾歲啊 為此她們永遠都這麼年輕 青春美麗 而且是甜美的喔 那個聲音裡面 彷彿有蜜桃汁一樣 蜜桃汁對不對 我跟妳講 像我們兩個就吃虧 譬如說我們13歲 可能就長得滿燥勞的 可是我跟妳講瑪雅姐這種臉喔 就是永遠停留在 像那種18歲20歲那種臉 就是很甜甜美 而且身材完全沒有變 奇怪耶 老天爺是對妳特別好啦 對啊 老天爺怎麼這麼眷顧妳 謝謝 謝謝老天爺真的對我很好 所以呢 我實在沒有什麼話可說 我還是說 謝謝 謝謝大家 對不對 那她講話聲音就是這樣甜甜啊 永遠就是比較年輕的聲音來 其實呢 這個瑪雅姐有很多的歌呢 這是讓大家 有很深很深的回憶 每一個階段 我記得我當時 但這個是不要講哪個年代啊 十幾歲的時候 我們去到學校呢 還要先學這個孝歌嘛 孝歌還沒學會 這個往事只能違會已經學會了 而且前面一定還要唱喔 在那裡不吃飯 在那裡不吃飯 對我 在那裡不吃飯 還滿押韻的 沒有 這個歌真的是太紅了 太紅了 大街小巷 已經變成生活的一部分了 沒錯 沒錯 話說當年 話說當年 也十幾歲了 對 十幾歲的時候 十幾歲的時候 我曾經還為了唱這首歌 我還哭了一整晚耶 怎樣 被欺負了嗎 有一點點 在錄音室裡頭被欺負了 是製作人 製作人是哪一位 是哪一位 是我們的劉大導演 劉家翔老師 哪一位都好 他是我心目中的偶像的偶像 對… 那你就知道 塞公 那當初他是很嚴厲還是怎麼樣 為什麼你哭了 對 他真的是很嚴格的一位老師 他是兇出名的耶 而且他不但兇 他還會罵人 才罵人 三字加五字再加七字 就是那個 然後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我拍過他的戲 我演梅珍 你被罵過好幾次了 我第一天演他就說 你確定你會演戲啊 我已經演很久的戲了 結果他講完那一句 我就開始頭暈暈的 不太會演了 那你當天 不說還好啊 對 你當天晚上是怎樣 我當天晚上是 進錄音室唱這首歌 那麼呢 我唱了很多次 後來真的是被罵哭了 因為他說 你這樣唱歌 還要來錄音室唱啊 我說 好傷人喔 對 他說你 就是說我這樣還敢在這兒唱 怎麼辦呢 可是他罵人的時候 罵女生不會有三字 五字 七字 一樣的 他不分男女 只要是他的學生啊 都一樣 他都一樣的 男的也好 女的也好 都是一樣 後來我為什麼哭呢 他後來就是說 拿拖鞋打你 沒有啦 他是覺得說 好像感情還不夠 那你想嘛 我那時候十幾歲的小女生 哪我有感情啊 第一次 沒經驗 沒談過戀愛呢 那個時候還沒有 真的是還沒有 對 然後呢 我怎麼唱的就是 感覺不太對 他也覺得 不是很理想這樣子 所以這個很嚴苛耶 要一個十六歲的孩子 回憶過去 哪有什麼回憶啊 談戀愛的時候 可是他當時會找你 錄這首歌曲的時候 他一定是看中你的聲音嗎 對 他是覺得我的聲音呢 很適合那首歌 他是覺得說我的聲音很特別 好像跟當時的歌手 有一點不太一樣 他就是覺得有同音啦 有同音 保證有同音 而且 他就是覺得很可愛這樣子 而且這是你第一首國語歌 之前都唱台語的嗎 第一 之前的時候是小的時候 小時候 十歲的時候都唱 閩南語歌曲 有唱過 在學校的時候 利用暑假去唱了很多首歌 像 愛你那我帶給你 他唱這個歌好甜喔 好甜喔 好甜喔 而且很甜耶 其實 剛剛他唱這首歌的時候 還是有那種 愛你那那種感覺 所以他就永遠 這聲音就很占便宜啊 剛剛那個錄音室的流淚事件 還沒有結束 還沒有結束啊 後來回家之後呢 因為爸爸一直看 這孩子哭得這樣 一定是高興 沒有啦 老老師一定會怎麼樣 阿伯你講得太快 比較慢 有 還講得回到 白骨頭前的 對… 到前面呢 就在錄音室的那個時候的我 就被哭了嘻哩嘻哩的 跑到廁所去了 去廁所哭 怎麼辦呢 怎麼辦 他說好休息幾分鐘 回來再唱 就是不一樣 就好了 有感情啦 是… 可是往事只能回味 不是很悲的歌啊 沒有 可是他要有那種感覺嘛 好像有點往事 他有一點力盡滄傷 你一定要有那個感覺嘛 我被罵過了就差不多了 那個是被傷到的時候 往事只能回味 是男朋友可能大概走了 還是怎麼樣 所以那個心被傷到了 來唱就不一樣 馬上就OK囉 可是這下子 我不OK啦 為什麼他說OK的時候呢 換你賭氣 後來不是 他說OK了我就好趕快回家 回到家我就帶著Tab 整個晚上在那邊聽我唱的歌 我覺得唱得不是很好耶 變成我在哭這樣子 悲從中來了 對 我覺得說 如果讓我再唱一次 我可以唱得更好 是… 後來爸爸生氣了 一個呢 心肝寶貝女兒呢 當初你是導演怎麼樣來求 求她去唱的 今天呢 趕著回來 敢這樣欺負我女兒 真是不要命了 結果去幫她 撈一段差不多三百多月 沒有啦 沒有啦 不是這樣說啦 不是啦 後來呢 後來呢真的 爸爸就覺得說 沒關係 我也沒有要我女兒唱歌啊 好 我打電話去問她 到底怎麼一回事 昨天晚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後來就看到了劉老師 打電話先問了一下 後來有一天看到說 不錯啊 人家都說她不好 她並不壞啊 她也放心了 說好 沒關係 我把我的女兒交給她 好好去唱歌吧 是… 而且當年呢 挑的歌曲呢 其實都是 還滿有社會背景的 我跟妳講 鴨姐其實能夠唱 劉導演的歌 已經是非常… 不容易啊 因為只要唱劉導演的歌 就一定是紅的保證 而且以前呢 也沒有幾個寫歌的老師說 能夠大行其道的 像以前就是能唱到 瓊瑤老師的啦 或是劉老師的 或是… 卓老師啊 走紅圓啦 走紅圓 對… 那很不容易啦 沒錯 不過她當初也被禁了 好幾首歌 哇 當初那個 往事只能回味 也是禁歌之一耶 那有什麼好禁呢 這個歌有什麼問題 她覺得呢 咪咪之音太傷感了 還好吧 沒有 在那個時候 如果我們話說 當年的那個社會的話 那個時候呢 確實他們有一點覺得 好像有一點咪咪之音 是… 不過她剛剛講真的是重點 一開始她覺得說 感情沒有放太多 後來呢 真的是哭之後感情放進去 但是新聞局聽 一個小孩就這樣 這麼辛苦 我們台灣的環境是怎樣 所以她覺得 應該把這首歌禁掉 這樣也有力 不過說到那個 當時的歌曲 還有一首歌曲 讓我們印象很深的 就只要為你活一天 這首歌曲 也是被禁 對 也被禁了 對 當時呢 他們這兩首歌 都是在我這一張的專輯裡頭 同一張專輯 這是同一張 同一張 這首歌才應該被禁對不對 確實有這個經驗 有… 結果呢 那個時候呢 這首歌曲好像在北部 特別流行 他們覺得這首歌好像這個 質感很好 因為那個時候 聽西洋歌曲的人很多 就很喜歡聽這首歌 只要為你活一天這首歌曲 據我所知 劉導演只拍了三天的電影 就是這個電影花了三天的時間 就拍搞定了 那個梅花好像只拍了一個禮拜 對 一個禮拜 是 我算是拍到梅珍 算是末代拍到她的戲 算是一種福分 我還有拍到梅花呢 妳有拍到梅花 有 我裡面只有兩個鏡頭 真的嗎 所以兩個鏡頭 當她在香港放映的時候呢 我那個時候有請我們去看 我就聽到的就是 當我的鏡頭出現的時候 就是全場觀眾我就聽到說 啊… 然後等一下呢 沒有了 啊… 就這樣亮聲 我就知道我已經出場了 等一下就我退場了 所以現在年紀人 也有講到那個雅姐 就這樣 用語氣來懷疑她 很適合的 所以她是用經驗 沒錯 其實我們現在要來看看 現在非常美麗的畫面 是嗎 是啊 當年的 你留下了很多 早期的 優雅姐 來 是…我們來看看 久違了 我是優雅 有好長的一段時間 我期待著恆明見面 這種興奮的心情 就如同當年剛踏出校門時 我選擇了歌唱 但是在歲月的流轉裡 我不斷的在尋求 歌唱的方向與風格 我曾經自信過 也曾經自負過 但是直到今天 我才真正的確認了我自己 在愛的世界裡 用我就有你 那第二張專輯唱嗎 第二張專輯唱 第二張專輯 有我就有 喝水也像喝甜蜜 我學你 我學你 我愛你 我愛你 人而是永不離 你現在舞蹈都很好玩 很簡單 很簡單 就像少年成名 可天我有多麼愛你 這裡是我的國家 你像甜蜜的聲音也可以唱國家 我愛護這裡 保護這裡 誰都不能欺負他 以前那種 電視技巧很多 配很多的畫面 不容非空氣著 打不打了我的不怕 這裡很像小學生在唱 那個愛國歌曲 現在我在唱那個 漢漢 那類似的 太可愛了 所以其實這樣聽起來你的聲音 還算有比以前成熟一點點 有 以前更嗲 更聲音更 更同音 我應該這麼說 您說得對 我現在是越來越活得非常有自信 我覺得呢 這是我的成熟的唱歌的方式 所以你會覺得我的聲音好像不一樣了 我覺得在我歌唱的方面呢 我也覺得 我一天一天都是在尋找想要怎麼樣再突破它 這樣子 這麼認真的歌手呢 肯定有今天這樣的地位 沒有 我記得我小學不知道幾年幾年 還為了同學 為了這個雅姐的一首歌跟同學吵架 打起來了 沒有 因為他們家買了 買了他的那個錄音帶 然後呢 就是我記得是出航 唱片嘛 那時候沒有錄音帶 沒有...唱片是不是 唱片 反正就去他們家 然後他就學會了喔 然後他就到學校來 我會這樣 尤雅的歌你怎樣 我說你要教我 要不然真的是你就不夠意思 就兩個人這樣打起來了 結果後來我贏了 就去他們家 然後他就掛雷棒 教我這首歌這樣 真的還有這麼一段故事 以前就是這樣 小孩子就這麼單純 為了學一個歌就可以打架 這樣子吧 今天來好好回味一下吧 你1971年的歌曲 只要為你活一天 好的 好的 好 來 雅姐 只要為你活一天 這是個喜愛 只要為你活一天 真是我喜歡 真是我喜歡 別再讓我心上的 別再讓我心上的 迷智可不斷 沒有愛 對 只要為你活一天 這是個喜愛 真是我喜歡 只要為你活一天 真是我心願 有多少愛的謊言 藏在我心甲 如果要忘了你千萬萬 有多少愛的謊言 而且第一組在電影的主題曲方面也唱了很多對不對 對 那個時候我除了唱劉老師的曲子 因為說真的 琼瑤的嘛 那個時候是還有琼瑤姐的電影主題曲 對 所以妳唱過的電影主題曲有哪項哪些 除了有《只要為你活一天》 還有呢 彩雲飛對不對 彩雲飛還有《心有七天節》 這些都是嘛 這些都是嘛 琼瑤阿姨的嘛 對不對 都是她的 對 都是的 是... 當時的歌星好像跟這個影星跟電影都密不可分 那妳除了拍了梅花剛剛那短短的鏡頭 還有沒有在拍其他的電影 有 還有唯一的一部就是 往事只能回味 你有插一腳 沒有 我是女主角 女主角 什麼 這是應觀眾要求一定要拍的是 但是先有這首歌實在是流行的 混得不得了了 所以拍電影了 對 後來就拍電影了 那拍電影呢 裡面呢 男主角就是劉家長 然後女主角就是我 那還有一對男女主角就是唐威跟白嘉莉 白嘉莉 對 嘉莉姐以前也演演電影的 對 以前都是像電視圈這個就是 白嘉莉是最紅的大排的一姐的主持人嘛 那妳又是那時候最紅的女歌手 那最紅的導演 那結果這部賣得怎麼樣 賣得非常好 我們呢聽說還隨便登台 真的喔 可是那個時候呢 女主角的我呢 就沒辦法登台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到國外去了 太忙了 去海外有 也是這張專輯的原因 不過劉導演跟你演的是什麼角色 他是演發覺我的人 其實這部電影 其實跟往事只能回味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 他經常會玩這種東西 其實是有一點好像自傳 就是劉老師是一位默默無聞的人 然後去找唐威製作人 白江莉 白姐呢 她是老闆 女老闆 是 然後呢她就說我要怎麼樣怎麼樣發覺她 他們都不要我 然後跑到鄉下去找我 其實我沒有住在鄉下 我住台北市啦 這有一點不一樣 然後就怎麼發現我 然後怎麼進錄音室 然後再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就把它敘述一遍 對 我沒騙你 我現在還想到 因為當時我的老師是姓鄧 他是一個廣東人 是一個印尼華僑 超愛這首歌 我們上課之前還全班起立 先唱往事只能回味 真的還假的 真的 分一半喔 這邊還唱第一部 左邊唱第二部 真的喔 時光時光 哇 真的... 自己編就對了 她很享受耶 太享受了 對啊 所以你看這首歌太影響我們太多了 沒錯 所以那一年這個是最重要的一篇作文 就是說要出一個題目要寫 往事只能回味 就寫了一篇這種作文 我還得到全省的冠軍 是呀 沒有...那個省下來的省 全一部省下來的冠軍 不過當時你也拍過連續劇喔 有啊 我們印象好像很深的就是姊妹花 對 那是我第一部的連續劇耶 你還有第二部嗎 就我有這一部啦 Only Only One Only One 很好玩 那個時候呢 就是姊妹花是演迷南語連續劇 是... 這一邊呢我在唱的 時光 我唱的是國語的 國語啊 所以很好玩 那姊妹花那當時你那麼紅 你哪有什麼時間可以演連續劇 到底是什麼原因可以讓你接這部戲 我也糊裡糊塗的 就亂接了 我在中...對 我在中...對 他還在這邊唱時光於始 然後那個製作人李傑跟周游就來了 他們就說 阿姑啊 對啊 阿姑的那個腦筋字動得很快的 他的商業腦筋 然後他們就說有一部連續劇怎麼樣 我記得我這張合約呢 還是在統一飯店的時候 我晚上還有在唱西洋歌曲的時候 就簽了 就簽了 我也不知道 今天我們有 但是不是那一部戲 有一個叫我們台語劇的 愛的歷史 愛的歷史 對 我現在在台詞 本來會連續劇 我們今天有畫面 真的嗎 來看看 好久沒有看到了 是民國83年的 來看看 八十三年的 愛的歷史 你這個媽媽的嗎 你不要在這裡 這是你媽 這是你媽 你媽 怎麼會找這一段來呢 不要不要 我還講台灣話喔 真的嗎 很厲害耶 真的很少看 我都沒有看過你演過戲 我要讓你再離開我 這男主角是 林清風 你 看你這段來的一遍 現在你真的 我最初還要讓你離開我 我還沒有太多水了 你太多水 對 怕不怕太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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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不怕 演技有點像我 很爛的 真的嗎 對 我們結婚的日子 你們都怎麼說我 你才出外景 已經很細了這個戲 那時候是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對 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那你問我媽媽 我聽聽看 那時候我頭髮剪得很短 因為我要寫說我從美國回來 就把長髮剪短了 那這是單元劇還是 每天 連續劇 它是連續劇 禮拜一到禮拜 禮拜五還禮拜四 禮拜五禮拜五 那你覺得演戲給你的感覺 跟唱歌的感覺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唱歌當然是很享受 演戲呢很 很過癮 對 一個享受一個過癮